今天非常的开心 我们可以邀请到 悦尔SPA的品牌负责人 敏玲来到我们的现场 接受我们的专访 敏玲你好 大家好 那我是悦尔SPA的负责人 我是敏玲 敏玲你好 就是你自己年纪轻轻 你要跟我们讲一下 你真的创业了 你现在几岁 现在二十五岁 你本来就有创业的 这个想法对吗 对 你之前认为 你待在的地方 是一个很好的舒适圈 可是你要跨出来 你是从什么地方跨出来 我觉得跨出来的时候 其实想了很久 想了至少两三年 OKOK 但因为就是 其实看着各个的同事 都离开了 就会觉得说 他们从这边离开之后 发展的都蛮好的 对 所以这也想出去发展 这样子 他们离开 你是年纪应该是最小的咯 算是 现在算是 也还好 对 所以现在还是很多 十七十八岁的还有 对 OK 我的意思是说离开舒适圈这件事情 对 最小的 对 好 你要不要跟我们讲 你本来的 其实你现在是用 就是说 明年你才会是真正 因为你现在是跟大家 就是等于说有分足 在三重 对不对 对 你的这个 这个studio 那可是之后 你想要找一个完全自己的 工作室 对 你先讲一下你对于你的这个工作室 目前的主要服务项目是什么 然后你对于他的一个想象是什么 因为你一开始就是以品牌这样的一个想法 想要去经营他 对 对 目前的负责项目的话是有 财耳 耳足 然后肩颈按摩 OK 乐肤 是 然后以及银珠洗眼 对 目前的话 项目的话是这几种 是 对 那目前 之后也会去慢慢去可能学习不同的疗程 让我的项目呢 可以更多 这样 对 那目前的工作室是在三重 对 希望未来能开在就是可能中山 这种东区热闹地带 对 对 就是大家比较附近方便的位置 对 而且你就是希望说之后一样的能够成为讲师的这个部分 你当初是怎么挑选你的老师啊 老师的话是那时候有在IG上看到 对 因为IG说广告打得蛮凶的 就点进去看一下 然后因为我自己其实觉得老师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人 是啊 是啊 所以我上网爬了一下文 就觉得 这老师很厉害 嗯 我觉得他 他是一个算是蛮严厉的老师 嗯 对 他不会就是 哦 你只想来学学的这样子 嗯 他会针对你可能有一些 课程上有些 sed 课程上有一些比较不足的地方 嗯 他会要求我们 krn 他会去拍影片 嗯 给他看这样子 嗯嗯嗯嗯 MARC Крас 嗯嗯嗯嗯嗯的 来讲比较好一点 老师对你来说 你很希望以后 可以到达他这样子的一个程度 对不对 但是他其实不止财儿 他不止财儿 他不止财儿 他真的很厉害 那他是全部都是亲自教吗 亲自教 那他真的很厉害耶 OK 因为光是要专精的项目 而且对 要专精 然后能够教 那OK 那他真的是厉害了 那可是我们的鼎泰峰 一样厉害 你在鼎泰峰 你认为说你说 你有时候在别的这个 比如说进去那个餐厅 然后发现他要收服务费 可是你会觉得说 好像你自己 感觉到你提供的这个服务 鼎泰峰给你们的训练 真的是 收这个费用 真的是 是没有在 没有在 这里面是真的很值得的 对不对 要不要讲一下 他鼎泰峰给你们的那个训练 什么各方面心态的准备 因为教育训练一开始 我觉得 我们应该把最基本的学校 最精 对 因为像我们连搜擦桌 这种基本的东西 我们有SOP 对 我觉得把东西学精很重要 是 对 因为东西精不精 其实客人都看在眼里 是 对 其实我们顶泰峰还蛮讲究品质 卫生等等 对 所以 其实这种基本东西 其实很多客人都看得出来 是 像每次客人都会开玩笑的讲说 你们真的是 插座插得很认真 很干净 对 然后我们都会说 对 因为我们老板 就是把我们的教育训练 学习的很好 这样子 所以回到你刚刚说的那个老师 他也是 也是 没有 这个就是 不可能说 那个 哪一个行业 这个行业就要求的比较低 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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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那就回到就是说 你自己想要跨出舒适圈 可是 你很需要家人给你这方面的 就是 就是 等于说 可以 你可以去做 所以你花了一点 功夫去 去说服他们 还是说 你到现在就觉得说 我就是有个倔脾气 我证明给你们看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 是 爸爸比较担心 OK 对 爸爸会觉得说 为什么你好好的薪水不做 要去学习美容这块 因为爸爸担心的点是说 如果 今天 你在采耳的时候 真的不小心把别人的耳朵 可能弄受伤了 这个不是有钱就能配的 是是是 其实爸爸担心的点是这样子 对 但后来因为有一次跟 爸爸出去的时候 因为 自己本身就是会可能买一些 比较好的包包给自己这样 然后爸爸就看到说 怎么好像看到很多人 一直在看你的包包这样子 然后我就跟我爸就讲说 这些都是 自己靠额外的收入 对 才能自己有这样的 才能自己犒劳自己 对 所以后来 蛮 蛮好笑的是 就是爸爸就因为这样的 因缘机会下 就说 原来开工作室也可以就是有还蛮高的收入 所以爸爸后来也就是不会像影像这么排斥 这个才个自己开工作室了 对 原来是这样子 对 因为你就是跨出去之后 你的收入真的是提高 如你所想象的 如你所想象 然后你就靠上你自己 然后你是有眼光的 你是眼光精准的 所以你买了包包 走在路上 大家都看你 然后再反推回来 爸爸就觉得说 哎呦 是为什么你可以就是成为焦点 而且是那种好的一个注目 才发现说 原来我女儿跨出去 这一路 她都没有让自己的effort 做任何的白费 对不对 对 很开心 其实会当下可能 跟朋友说的时候 其实自己会掉泪 因为我觉得爸爸的支持 其实对我来说 真的很重要 对 那你自己在做柴儿的这个部分 有服务到爸爸吗 哎呦 先找爸爸 之前还没开的时候 都先找爸爸来练习 很好哦 对 爸爸是一个很好的客人 很好客人 不是啊 那如果说他都不反应 哪边不舒服的话 你就 所以你才会去跟你的朋友讲 你要跟我讲负贫 你不要都只说好的 对不对 对 所以就是负贫对你来说 完全不是一件什么 好像很害怕的事情 而是你必须要真正知道 什么地方是你可以去改善的 对 因为我觉得好评大家都会讲 但是其实像有人就很官方 会就说 不错啊舒服啊 但是 怎么没有继续来找我了呢 那感觉 所以我当然是希望你们把我 觉得我不好的地方 可以跟我说 这样子我下次在服务 别人为客人的时候 或是在服务到您的时候 会让我觉得说 原来这地方是我需要加强的 对 所以也因为这样子会觉得说 负贫这种东西对来说 是一个持续前进的动力 OK 那所以现在我们主要是你刚刚说的柴耳的这个部分 然后它跟这个周边有关的 然后其实这里面还搭配了一个就是所谓的精油 对 这个精油按摩对不对 对 然后所以它是可以买回去的一个商品 可以买回去 那你会教它怎么回去推 对 那但是就是说 因为你实在推的很好 所以他们基本上隔一阵子 他们就会回来 然后又帮你带回来这些 更多的这个客源 对不对 对 所以才会让你想说 你又要早点了 对 主要是想早点的原因是因为 我觉得有时候可能跟别人一起合租 会有些不太方便的地方 还有就是如果你是把这个月尔斯巴 当成你个人品牌的 它必须要从头到尾 所有的细节完全呈现你想要的样子 对 那你想要呈现的样子会是一个 你的想象是什么 你是属于那种轻柔风 还是你可以再把你想要讲的元素 今天跟我们分享一下 像我自己会希望就是 来到我工作是这种回到家的感觉 对 就是像可能从沙发类的 我想选可能奶茶色系温馨调的 对 然后自己会希望就是自己有一个地方 是放可能自己的精油 那其实是可以让别人去参观的 对 就让可能参观精油 然后去慢慢了解说 原来采个不单单这只可能掏耳朵挖耳朵 它是一种舒服舒马的感觉 是 对 那精油的话是算是也算是另外一种附加所值 对 像有时候可能外面卖的精油可能就只是插一下这样子 可是我们家的精油是可以回去自己去推的啊 是 对或是其实还蛮有助于睡眠的 对 嗯 OK 所以它基本上是你每天日常生活是必需品 必需品 必需品 对 好 那你到现在啊 觉得说创业以来啊 其实谈的这些都还是来自于客人 客人他能够回来 这个是最大最大的一个成就感的来源 你到目前为止印象最深刻的有没有哪一位 有一位是 他是陌生开发的客户 OK 对 其实说什么时候很有印象 是因为起初的时候他先问我说 欸 柴尔会痛吗 嗯哼 对 因为其实柴尔大家其实没有像可能美甲这样子 这么的了解这东西概念 嗯哼 然后我就慢慢去跟他说 他也去看了我的IG的公文的影片 嗯哼 对 其实我们谢谢他很信任我 嗯哼 对 因为第一次见面 嗯 我们就在柴尔的工作室见面 嗯哼 对 那回家 就是弄完之后 回家也问了他一些想法 这样子 其实他给我蛮大的一些回馈的 嗯 对 然后后面就加了一句说 找你柴尔真的很舒服 嗯哼 对 就让我觉得说 他这种真心还蛮enjoy这个疗程的 是 对 加上我觉得他给我的回馈 是让我觉得说 欸 原来我哪些地方可以再加强或进步的地方 嗯 这种客人才是真的会再回来的 对 嗯 OK 呃 你身边其实呃 有不少的朋友嘛 然后这些朋友也都会给你很好的建议 包括你要怎么样就是呃 让你的这个月儿SPA 在最快的时间可以吸引到呃你刚刚说陌生开发的部分对不对 对 你会去拍这个短影音啊 对 现在在慢慢学习中 是 对 嗯 其实呃有好朋友他们都可以帮你帮你帮你把这个短影音因为你是实际在做柴儿的人啊那机器架好然后录好那我们就开始或怎么样的那对你而言呃透过这个短影音然后把这个形象这个月儿SPA真正你想要透过月儿SPA你取了月儿这两个字对你想要传达的是什么 对 月儿的话就是会让人我觉得月儿这两个字是让人会觉得说哎 月月儿的耳的话就当是耳朵嘛 对月的话就是让人会觉得说哎来这边很舒服的感觉嗯哼 对因为月儿这种东西我觉得还蛮温柔婉悦的感觉嗯哼 对很配很符合我柴儿的一些形象推广嗯哼 就是轻慢柔的感觉嗯哼包括这个部分你连音乐你都有去挑选有是不是对 连音乐都要去挑选然后他他是一个整体的氛围对对他他没有任何的这个环节好像就是你可以忽略全部所以你才说你必须要有一个自己的全部都是自己去挑选的对 然后他真的是告诉大家命令我喜欢这些然后你会你会来那有一些东西是你没有不曾听过的可是我先去听了然后你来我的工作室你听到你去感受到然后你把你的五感开放对对好哦那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讲说你对于月儿SPA的一个短中长期计划呢 短期目标是希望自己能更客源更稳定嗯哼对那中期的目标是希望有自己的工作室嗯独立的工作室嗯对长期目标是希望有一天我也能像我老师一样嗯去教导更多想要创业的人嗯哼对去学习说哎才有这种东西呃柯才有东西是可以创业的这样子嗯嗯嗯 你现在呃自己在自己的这个工作室当中啊呃目前所整理出来的那个SOP啊就是以柴儿以这个月儿SPA你的那个SOP有已经定出来了还在慢慢那个调整中对因为这些呃当他要真的成为SOP他是需要经过多少多少的客人可是那些客人他们之后才会发现原来他们对你而言也是这么的重要对不对很重要 真的呃爸爸是第一个客人他很重要他很重要之后我们会累积呃成千上万的然后都是因为他才会有我们的这个月儿SPA这个是再清楚不过的事情对不对嗯再次谢谢我们的月儿SPA的品牌负责人敏林来到我们的现场跟我们讲就是说呃跨出舒适圈呃对你而言其实是一个年纪轻轻就做出来的这个很重要 确定的事情然后但是在这个当中唯一就是希望爸爸可以支持可是也因为自己真的有技术呃所以呃就已经可以犒赏自己了呃这样子一个反向啊让爸爸愿意支持你真的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嗯再次谢谢你接受我们的专访谢谢 谢谢 感谢观看